很有可能就是給鮑魚他們這班人提供超能力的能量來源 而黑色的神秘雕像就好像是古人類做某種制製或者宗教活動所使用的 總而言之,這個是整個封閉空間裡面最為神秘的核心地帶 那個銀色的人形光團忽然全身爆發出更加強烈的白光 好像銀色的燃燒彈一樣,正在地面附近光了起身 令人不由得要閉上眼,從而躲避開這種耀眼的光芒 但在我閉上眼的瞬間,看到一個模糊的景象 那個人形光影的胸口位置似乎出現了一個額外的巨大的銀色光球 這一枚光球現在越來越大,已經超過了一個正常人體的高度了 在這一枚光球的體積變成了三四米高的時候 忽然間就向著對面的銀色岩色和黑色雕像直直地衝過去 巨大的震動聲響,將整座岩色地帶都帶到搖晃不定 等到我們擦開眼睛的時候,四周圍的情形就已經變了樣子 環形地穴的入口處變成了一片廢墟的樣子 那個直立在天際之間的黑色雕像 亦都幾乎完全陷入去地面裡面 那個雕像散淡了 整個封閉空間裡面的銀色光氛 似乎一下子減弱了整半都不知道 周圍光線變得暗淡起來 幾乎同一時間,已經有人開始驚艷起來 我可以動了 確實,現黑之前還被人死死地釘在地面上的身體 現在已經可以開始活動了 也就是說,地面上的失重感已經突然消失了 這種如釋重苦的感覺,第一時間佔據了所有人 從身體到精神上都是這樣 團圓地迫不及待地站起來 將自己從壓倒性的重力枷鎖之中解放出來 現在這個時候 周圍的銀色光線都已經暗淡下來 就剩下原聲兩道一半都不夠 黑色的神魔雕像和那兩片被人劈開的銀色顏色 也都深深地陷入地縫的心孔之中 但是我所有的注意力所關注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只見一個虛弱的身形,輕輕地搖搖搖搖搖 然後,就一頭撞在地上 我心裡瘋了瘋,這個鬼在廢墟面前的女生 正正是艾瑪尼,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居然在剛才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化成了閃電那樣的銀色光影 不怕幾倍的重力束腐 和那幾十米長的地底怪物戰鬥在一起 不僅如此,還用我們根本沒辦法預料的手段 將怪物變成了一絕絕血肉的殘骸 這種力量是這麼令人害怕的 已經沒辦法在根源上去解釋它發生的原因 艾瑪的身體顯然在那個銀色光團消失之後 又一次發生了某種變化 雖然變回了正常的狀態 但她的身體已經完全變成不知狀態 躺在地上,再也不動了 我心裡面一陣難過 趕快走向前去,想說扶回去起來 但是就看到一個高大英雀的身影 搶了在我面前 哦,是威廉武斯 她現在見步如飛 幾下就來到艾瑪的面前 輕輕地把她的身體扶了起來 威廉武斯眼裡全部都是眼淚水 竟然都哭了出聲來了 艾瑪這時仿仿忽忽忽之中 喉嚨裡面發出了一種很低沉的聲 似乎也都在喊著阿威廉的名字 見到這樣的一幕 我心裡面少過安慰了 雖然還有一些淡淡的失落感 不過大家現在都相安無事了 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來了 不由得心裡面就感慨萬千 如果不是對 我冒險到地那當中去救人 就不會把艾瑪帶回來地面上 如果艾瑪不回來地面上 亦都不會發生剛才這樣的驚人變化 突然爆發出她的超能力 從而也就沒辦法像銀色超人一樣 將我們整班人在怪物的口裡拯救出來 這樣的狀況 真是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 所有的團員 全部都圍了過來 包括在之前和那些怪獸搏鬥受傷的鮑魚 傑仔和大兵 他們現在仍然不敢相信 可以死裡逃生的這件事實 眼裡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直到阿威向著他們不斷撲過去 才相信 哎呀,這就是差 鮑魚之前一直被那些重力壓著在地面上 但是眼裡看到了阿瑪把怪物擊殺的全部過程 不由得就對我伸出了一隻大拇指 他感慨地說 朋友,你真是好事 如果不是你去救人 我們也不會生偶偶地活下來 我疑惑地問 鮑魚,你可以知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嗎? 鮑魚另一另頭地說 具體的東西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 這個女生身上也發生了某種變異 這種變異引發了一種我們不知道的超能力 這樣的超能力與眾不同 不僅是因為那些光線 也不僅是因為無與倫比的力量 它最特殊的 是當我們其他人的超能力都被人弱化 甚至是流失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周期裡面 這個女生的超能力竟然是前所未有的增強 我瞎了瞎瞎就說 哎呀,恐怕也只能夠這樣解釋 真的沒想到 艾瑪竟然都會是超能力的擁有者 那到底艾瑪身上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他這種超能力是怎麼得到的?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了 第三百四十三集 正當大家在這裡二輪紛紛 還沒在被人解救的興奮當中回過雲尼的時候 也不知道誰說了一聲 奇怪了 這些怪物為什麼一隻都不見了? 說到這裡 團圓地才意識到 危險其實都依然未曾解除 那隻在地那當中捐出來的怪物 只是吃光附近那十多隻怪獸 而在近遠的地方 應該有更多怪獸才對 而且既然我們身上的重力枷鎖已經解除開了 那麼那一百五的怪獸 也一定恢復自由行動的能力 想到這裡 所以說 所有人都很默契地圍成了一個圓圈 而且一致把視線對著外面 去防止那一百五的怪獸又一次襲擊 但是或者是因為整個封閉空間裡面的光線 變得很昏暗 我們的視線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目光望島的地方 是看不到任何一隻怪獸的終跡 我就很不明白地說了 難道這些怪獸因為驚嚇已經撤退了 木蘭迪就說了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也很幸運 不如趁著這個機會 研究一下離開的線路吧 所有人都一致同意這個觀點 跟之前的安排一樣 我和師父木蘭迪都自高憤勇 守持武器作為一個探路者 我們三個人排成了一個最佳的防衛陣營 向前面的幽暗處走過去了 不然之間 一種似塵相識的危機感就湧上我心頭 我下意識地豎起對耳 這個時候 感受到無數低沉的呼吸聲 於是立刻警惕地說 停下 我們不能夠再前進了 前面的暗處 躲上很多隻怪獸 我們不能夠停下腳步 但是這個時候 想回頭就已經遲了 只能夠慢慢地 好像木頭人一樣 一點一點 向著過來的那個方向 移動著身體 身邊起了些風 那些在氣流劇烈地激蕩著 現在刺到我雙眼都很難再抹開了 再看看前面的時候 幾隻大隻帶著一圈尖牙利齒的怪獸頭腦 已經逼近著我們的身前 原來這一群恢復了行動能力的怪獸 始終躲在那些陰暗角落頭上 沒說真正地離開了 我們把手裡面的武器都滴了起來 隨時準備迎戰的了 師父呢 就神識有所變化了 又把自己手裡面的劍放下來了 他用溫和的目光看著其中一隻怪獸 試圖想著重新用那個通靈獸魚 跟他們進行交流 很顯然 這一招居然有效果了 幾隻圍攻我們的怪獸 沒有說要急著落咀咬我們 而是在師父的目光底下 暫時保持著安靜 過了一會兒 師父很快就結束了他的交流 那群怪獸發出了沉重的詩喊聲 似乎在那裡發出些什麼好令 跟著全部撞開那對翼 就飛到半空之中了 我這時候才問一問詢問的結果是怎樣 師父就整面驚訝地說了 這群怪獸的意思是要我們和它一起去戰鬥 而且要我們做好隨時會死亡的準備 我和木南地就更加害怕了 戰鬥?跟誰戰鬥? 怎樣戰鬥呢? 剛剛說到這裡 地面又一次發生了劇烈的震動 這一次震動很恐怖 就算是四級以上的地震 也不會有這樣的聲勢 同時有一種類似於蜜蜂名叫的狐狐聲 捐入了我們每個人的耳膜 剛才那種靈症現在是荡然無存了 師父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了 他經叫著說 哎呀 糟了 這就是剛才那種巨型蛇型怪物發出來的聲響呢? 我們再看一看那個洞穴正中間 那塊黑色岩石雕像粒陷的廢墟當中 地面已經出現了歸裂的狀態了 現在所有的團員都在這裡相互蒙扯著 離開著這個是非之地 盡量向著遠離地拉元仙那個位置的方向 不停地奔跑著 但是地面的震動實在太過劇烈了 很多人在迪奸的過程之中 不停地半路扑低了 變成了半爛半爬的狀態 誰都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狀況的 慢慢地 一個黑色的泥漿 在地縫的裂口那樹蔓延開來 這一刻 究竟有多少這樣的黑色液體流出來 已經看不清楚了 因為開始的時候 這樣的黑色漿體 只是一點一點向外面滲出的 但是僅僅是偏黑之後 就變成了噴湧的態勢 向著四面八方 向著天空之中 不停地噴到到處都是 黑色的漿液去到半空之中 那個煙就沒有再下來 直接凝聚成了有形狀的人 這是一條條粗壯的黑色的蛇形石柱 在半空之中扭曲盤旋轉 怪物 怪物又出來了 都不知道誰已經大聲地叫了出來 成任之中帶著無比的恐慌 這一次我們不會這麼幸運 當那些怪物在半空之中 形結成固定的形態之後 大家發現這個不是一條怪物 而是幾條那麼多 那些渣渣長長 躁壯的驅降 在空中漫天飛舞著 就好像形成了一張離天的大網 這時這刻的半空之中 不是直正無聲 而是發生著激烈的戰鬥 那些殘存的 或者說 依然有大半數量的羞群 開始在半空之中 攻擊著那些剛剛凝聚成形的怪物 似乎想說趁著這些怪物 還未曾完全聚攏的時候 進行突然襲擊 雖然獸群的數量 足足有幾十隻那麼多 他們攻擊點上 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但是那九條 扎扎長長的怪物身軀 就剛剛好完美無缺地 組成一個繩索大陣 在半空之中 就將所有飛在那裡的獸群 全部困在裡面 究竟是誰包圍誰 這個時候恐怕都已經很難分辨清楚了 這時 只有四面八方傳過來的慘烈師叫聲 這才是這一場對抗的主旋律 或者這種荷蘭山生活的神秘巨型怪獸 和這個突然在地底湧出來的巨型妖魔 本來就是天生的死對頭 一旦合路相逢 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施殺 但是蛇形怪物身軀上面 那種線形的牙齒 包裹果的面積實在太過驚人了 幾乎只要把它抹開口 在半空之中橫向地侮辱著 就可以把那些巨獸包在裡面 跟著它就會合起來了 無數巨大的扭狀凸起 產生在那樣的怪物驅降的皮囊底下 短暫的幾秒鐘時間裡面 又平復低下去了 想到那些曾經令到我們心驚膽寒的巨獸 已經在它體內變成了血水一片了 我們無處可避 根本就沒辦法扔掉了 於是所有人都盡量把我身體高度降低下去 希望不要被半空之中的戰鬥波及倒了 在這個危急的時刻 所有人心裡面都期待著奇蹟又一次發生 但是阿艾瑪呢 這個時候依然還沒醒過來 無奈之前展現出來的超能力 可以救回大家一時 但就不能夠救我們一輩子 看著那個倒塌的黑色岩石雕像 和那一座陷入地底的銀色巨岩 再望望四周圍 已經黑暗到一定程度的銀色光線 我隱隱約約覺得 既然這座的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 那麼阿艾瑪體裡面的超能力 應該都不會再被人激發出來了 我們想說要逃出新天 現在是唯有望天打掛了 危機之中 我的腦子發髮那麼轉 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是覺得這樣的怪獸樣很熟悉 好像在那裡見過過的 沒錯 就在這個荷蘭山神秘山洞裡面 古人類的銀畫當中 有這樣的巨大的妖獸圖形 這樣疑問就產生了 既然古人類知道了這樣的妖獸存在 為什麼還要選擇在這地方 進行祭祀和宗教活動呢 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 祭祀、妖龍、千璽 我對於銀畫的發展史了解得不太多 但或者也刻刻因為這樣的原因 可以在最簡單的圖像層面 去回憶自己看到過的那些銀畫 千璽是因為沒有了食物 所以古人類才會選擇不遠萬里地去千璽 那為什麼會沒有了食物呢 響道屠夫曾經說過 傳說裡面 古人類因為獵殺太多的動物 所以才會被天神去懲罰 最終得到的只不過是獸骨 那獸骨 獸骨又是怎麼來的呢 難道就是這些地底下生長出來 醜陋的怪獸吞世所致嗎 這一切銀畫裡面的內容 如果是寫實的話 如果妖獸的形象真實存在 這樣 天神呢 天神是不是真實地存在著呢 一系列的謎團 令到我在極短的時間裡面 搞盡了腦袖 似乎有一條隱形的線 現在已經被我握在手裡面 但始終找不到那個線的頭在哪一處 天神 天神的形象就是 那些奇怪的人面 就是那些面上 兩塞帶著怪異 而且很滑稽的兩個原點的人面 沒錯了 我看到過的銀畫 這樣的形象很多 這是有別於正常的人類 屬於天神的一種形象 那為什麼天神的面上 會有這樣的兩個紅點呢 那為什麼呢 我將腦海之中記錄著的 所有關於銀畫之中 天神形象的圖案 全部都拼湊在一起 終於了 知道了共同點在哪裡了 沒錯了 就是這樣的紅點 只要天神面上 有對稱紅點存在的圖案之中 銀畫的其他部分 全部都是蜂衣觸食的畫面 沒有一個是例外 只要天神面上 出現這樣的紅點 就絕對不會在銀畫的構圖之中 出現妖龍的形象 那兩個紅點 究竟有什麼特殊的含意在裡面呢 我下意識地 向著半空之中的方向 看著過去 各樹的獸群已經損失殆盡了 很顯然 他們即使擁有陸地上 生物中 罕見的強悍身體結構 但依然抵觸不到 這些好像妖龍一樣的怪物 但是隱約之間 我看到了那些 依然留在高處的銀畫 銀畫裡面 有一張大大的天神的形象面孔 那一塊臉的兩腮部位 就是巨大的圓形粒陷 那個圓形的粒陷部位 就遠遠超過了其他銀畫的黑痕 這是很不合理的地方 要知道 這個山洞之中 任何一塊銀石都是堅硬無比的 我們也曾經做過相應的常識 即使用盡自己的力氣 也只能用普通的黑刀 在那個銀石上面畫出一些白刃 更加不要說古人類 只是簡單的食器工具 那為什麼 那些古人類要把這樣的圓形粒陷伏一天 連伏一年地不斷地加深呢 我的心裡形成了一個很荒誕的想法 難道這樣夜以繼日 在這個圓形粒槽位置進行黑幻 那些古人類制製的天神 就會過來拯救 陷入去妖獸攻擊的人類的嗎 那到底我可不可以在這些混亂的線索當中 摸到一些頭髓出來呢 從而幫助自己擺脫家下這樣的困境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吧 第二百四十四集 順為講到 我有一次觀察起那幅銀畫的高度 大概有十幾米這樣的樣子 以我的能力是沒辦法攀登上去 但是現場的人裡面 至少有兩個可以爬到十幾米高的岩壁上面 那兩個人就是木蘭迪和師傅 我將心裡的想法 迅速地跟他們兩個描述了一次 他們雖然覺得有點荒誕無比 但是在這樣危急的狀況下 就是願意冒險一事 半空之中 那些這樣的妖獸已經把獸群屠殺殆盡了 眼裡見到的 就剩下好像黑柱一樣的蛇形妖獸驅趕 就見不到那一隊隊在盤旋著的翼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留著 兩道人影好像突破了人類的極限一樣 沿著那些凹凸不平的岩壁 向著那個巨大的天神岩壞位置攀爬過去 師傅和木蘭迪爬得很快 亦都很警惕 因為半空之中的戰鬥已經完全停止了 那九條妖龍一樣的怪物 拼動著他們粗壯的蛇形身居 在那探尋著其他隱藏在暗處 可以令到他們吞落口的東西 師傅和木蘭迪 因為距離半空之中 橫衝直撞的妖獸驅降 其實不是很遠的 完全沒有說被在地面上 蒲覆著的我們那麼安全 所以當一喘喘 接近著那個巨大天神岩壞的時候 我那個心都滴到喉嚨頂那裡 終於 師傅和木蘭迪一左一右 來到那個天神岩壞的兩塞位置那裡 通過對比發現 我看到岩石每一側的那個圓形粒槽位 都有整個盤那麼大小 師傅和木蘭迪已經按照我猜測地 開始嘗試著用手裡面的武器 去刮一刮那個圓形粒槽 當兩個人開始不斷刮的瞬間 空中不斷摸動著軀體的九條妖獸 忽然間就靜止不動了 似乎對這樣的刮石聲響很敏感 而當他們黑色石柱一樣的軀體 靜止不動的時候 空氣之中搞動的聲響就再也沒有出現 就剩下那些又輕微又似耳的刮石聲響 很清晰地傳到每個人的耳朵裡面 很安靜啊 巨大封閉山洞的全部空間裡面 就剩下這一片這樣的死跡 我們都不夠膽輕舉妄動 妖獸也沒有動 只有那種越來越清晰 似耳的岩石刮動的聲響 又過了一會兒 一種異樣的感覺在我心裡滋身開來 似乎那一陣岩石刮刺的聲響 成為了若有若無的耳語聲音 絲絲入扣地捲著進去我們的心裡 大腦當中 慢慢地我的視線變得模糊起來了 眼前面的景象變得層層疊疊疊 就連半空之中那個幾乎靜止著的妖獸畫面 都好像自動地撕裂開來 什麼都看不清了 或者說看到的一切都已經變得模糊一片 眼前面的空間在那裡摺疊著 在那裡變形著 身體的感覺在那裡飄蕩 在那裡掙扎 是什麼東西在時戰當中動了起來呢 動的好像是閃電 又好像移動的烏魂那樣 老獸因為頂不住這樣的刺耳噪音 開始猛烈地向著師父和木蘭迪所在的方向 不斷衝擊過去了 他們抹開了身軀上面 酥著排列的那個巨大牙齒 要把岩畫附近的兩個人 捲了進去他們的身體裡面去 只要再有一秒鐘 師父和木蘭迪就要成為妖獸當中 下一個的犧牲品了 我在這個時候 身體已經被那種異狀的感覺 搞到塌下了 只是眼白白這樣看著 就做不到一些些補救的措施 不然之間 一個暗紅的展影 突然在所有人的面前 他的身材灰舞 肌肉結實 身上還帶著無數的血痕 他的樣子早已經是一個 血肉模糊的形象 但是這個人依然勇敢地站起來 是…是鮑魚啊 只見他狼死地衝向了個妖獸尾部 所固定的地那肺虛那裡 並且用他意於常人力量手掛 猛力地擊打著妖獸的尾部 是啊,這樣是怎樣的一雙鐵拳啊 我只記得鮑魚的拳頭 可以跟那些刀劍兵人相互碰撞而安然無恙 只記得他可以徒手地在那些無比堅硬的岩石上面 開出兩個這樣的拳頭形狀的圓洞 而此時此刻 鮑魚已經不顧一切地 容許那一對無限力量的拳頭 衝擊著盆石一樣的妖獸驅體了 妖獸很生氣啊 九支黑色的石柱同時向著鮑魚直捲而來 一瞬之間阻擋了我們的視線 鮑魚不見了 或者他已經進到那個妖獸的驅降裡面 變成了血水一團 所有人的心都已經冰冷到他谷底了 而妖獸這時就從真其鼓了 想說要有一次攻擊岩石刮拆聲音的來源 即是掛在岩壁上面的木南地和師父 一聲空言巨響 擊中了岩石 天神圖岸的岩壁在這聲碰撞聲中 變得支離破損 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 也不敢看師父和木南地 這個時候是不是已經遇到難了 只是整整地欺負了眼 所謂的荷蘭山妖獸傳說 或者到這一刻 算是被我們這幫冒險者親身證明了 只不過究竟誰可以把這個故事 把這個事實真相告訴世人 或者這樣會成為一個永遠的難題 我對眼終於閉上了 緊握佛塵銀槍的手臂也鬆弛下來 再也不理會在身邊發生了什麼 那隻妖獸會做出什麼的動作 因為即使我張開眼睛 看到的只不過是殘存的變形的影像 我甚至都沒有再去理會這樣的幻覺 是從何而來 但是當我閉上眼 就發現一陣強烈的銀色光線 甚至乎已經刺透了我的眼皮 進到我的視線裡面 哇 這是多麼耀眼的光芒 難道是燃燒的太陽 突然間出現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還是我又一次出現了強烈的幻覺呢 撕裂聲 滴水聲 爆炸聲 濱湧聲 這個時候我才確信 聽到的聲音是真實存在的 等到我重新睜開眼 進去我雙眼的 首先是陰冷的淒泥風聲 半隨著風聲的還有凌亂的冰冷的雨絲 這一束密閉的空間 上面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打開一個大窟窿 那麥排列的岩石 完全封閉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了 巨大的空洞就出現在我們的頭頂上面 外邊的天幕還是這麼漆黑無比 風雨還是這麼冰冷刺骨 風雨好像變成了船渦 現在正是席捲著 侵襲著 微不足道的我們 到底是什麼東西躲在黑色的天幕底下 閃力著被太陽還要奪目的銀色光斑呢 那對強環無比的九隻妖獸 竟然在這樣的銀色光芒底下顯得畏懼不辭 盤懼著在山洞之中 好像一條卑微的爬蟲似 忽然之間 頭頂的銀色光斑閃了一下 一道純正無比的光芒向著妖獸所在的方向 不斷直射而去 閃一下眼的功夫 我就發現 妖獸的數量在銀光閃過之後 竟然就少了兩條 啪啪啪 又是三道銀光閃過 地面上面的妖獸竟然逐步逐步地消失了 就剩下那些膽淡的黑色張翼 流躺在地上 最終化為了膽淡的煙氣 這時這刻 只有一條唯一的妖獸殘留在地面 似乎那些在高空射下來的未知銀光 就是屠宰他們的尖刀 我擔高頭 仰望著那個無比神秘的銀色光斑 看到的就好像是銀河一樣 星星點點 無論如何也都捕捉不到銀光背後的具體形狀 這個銀色的光環 慢慢地降低下來 微微地拉近了一些距離 靈隔在我們的頭頂上空 接著又是一道銀光射出 地面上面那一條幾十米長的黑色蛇形驅光 發出了劇烈的戰鬥 在中間位置就斷開成兩絕 在中間的斷口那處開始化為了黑色的污血 繼而就變成了忽明忽暗的黑煙來 我忽然間意識到了 這一種就是神的力量 那一定是天神的力量來 也都只有天神的力量 才可以形成這種剪壓式的力量去擊敗妖獸 頭頂的空中那個明亮度好像一顆星神的銀色光斑 在那裡用蛇線把地面上面的蛇形妖獸徹底融化過後 慢慢地收起了他搖眼的光網 終於可以擦一擦對眼 看一看空中那個圓形的光斑到底是什麼 風和雨依然淋裂 我現在只能夠看到一個暗灰色的東西 看不清是什麼形狀 也都看不清到底距離我們有多遠 他只是整整地停留在風雨之中 懸空地停在我們的頭頂上面 那個是什麼來的 難道是天神的使者來 跟著著又不知誰喊了一聲 蛤,那個是UFO啊,是UFO啊 所有的人都被他深深地震撼了 沒想到把我們拯救出來的 竟然是一個忽然間出現的地外文明 但空中那一塊暗灰色的東西 當真就是誰都沒見過的外星人嗎 難道這個外星人 就是古人類所一直鼎禮莫拜的 好像真神般存在的真實身份來 這一點的疑問 恐怕現在不會有人幫我們解答 正當我們所有人都翹手仰望著的時候 那一塊好像是UFO的東西 又一次開始發起光明 我們所有人都被這種亮度變化 殘到對眼都抹不開了 忽然之間,一度亮光閃光 身邊沒有遠處就響起了白口炸一樣的聲音 咕咚! 一側的岩壁被這道銀光擊中 滅成了上百塊大大小小的碎片 而且還向著四面八方不斷滅了下去 我們大家正處在岩石墜落的範圍裡面 甚至已經有些人很不幸地被岩石擊中了 但是幸好的是,其他人都躲避及時 將你點的綠石全部避開了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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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這樣才意識到,這個銀色的光線 現在竟然開始轉移目標攻擊起我們 喂!大家快點走啦! 都不知道誰喊一聲 團圓地就開始向著各個方向不斷逃轉開去 半空之中的銀光好像閃了對眼 每一次發射的光線都可以射在那些人行進的路線上面 那到底大家又可不可以逃出新天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百四十五集 上回說到,這一種銀光都不知道是什麼特殊的武器 竟然會有這麼大的威力,這麼精準 我就連個心都實在了 你樹的人就好像一個個的移動靶 在這一陣銀光的追射底下,想說要保住條命仔 實在是太難了 每一個人的體力都已經嚴重透支了 再這樣下去,被那個銀光擊中是遲早的事 忽然之間,頭頂上空的風雨聲似乎減弱了一點 而我們四周圍的那種黑暗 在高兩度的銀光對比下,顯得更加深邃 黑暗忽然間在四面八方地湧過來 要將那些不斷射出來的銀光孤立包圍起來 銀色的光線終於停止了放射了 這樣就換來了短暫的安靜了 只不過,在這種短暫的安靜之前 整座山洞都已經變成了岩石的廢墟了 我對這種突然出現的靈症,有一種無骨悚然的感覺 看一看四周圍,下意識地去找一找黑暗的來源 但就發現在廢墟之間,原先那個黑色神魔所在的位置 過一團的黑暗要比其他地方要濃重得多 似乎黑暗就在這處圓圓不斷地產生著 跟著,好像是有些什麼人在黑暗之中重重地嘆息了一聲 而這一聲的嘆息,是來自於我們的腳底 地面的岩石開始不斷地震動起來 好像是緩慢而有強烈的地震發生著 岩石廢墟不斷地剝落,翻滾,向著各個方向不斷地傾倒過去 我站也站不穩,現在就好像一葉在水面上飄浮著的小洲似 洞穴的中央,曾經是環形地那所在區域的地方 地面都開始裂開了 這一種開裂,不單單是岩石地面堅散地裂開 還好像是有些什麼東西很急切地想在岩石地面下面破壞而出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了,我的呼吸已經全部停下來 直停停地盯著地面的變化了 忽然,岩石沒有再發出一點點的聲響 好像那股在地上一直衝上來的力量從來都未曾出現過 而空氣之中,似乎就發生著某種變化 半空之中,那個整整停留著的深灰色物體又開始發起光聯 這一次的亮度是言語難以形容的 幾度強化無比的銀色射線 擊中了剛才岩石地面開裂的位置上面 這樣就好像幾個炸彈在我們面前爆開那樣 不單有著強烈的爆炸衝擊,還有兩如八咒的射線 地面的一半空間幾乎被這些連續發射破壞力驚人的銀色射線 空到爛了,銀色光芒之中,隱約升騰起一團的黑暗 這一團黑暗,好像沒有來由那樣的 在毀壞的地面上,憑空地生長出來 一米,兩米,十米,二十米,五十米 這團這樣的黑暗,一旦捐入去銀色的光芒裡面 竟然就好像一塊黑布那樣,自固自地展開著 包裹了細半座的山洞 一聲三斑的屍恐聲,在山洞裡面,狗狗地回動著 有九條模糊的黑色石柱這樣樣的蛇形輪廓 在半空之中,廢武騷擋著 連這九條的黑色石柱,就生在一座 好像山仔的黑色底座上面 這個黑色的底座,好像是一團黏綢的黑色奶油 不斷地蠕動著,變化著形態,展壓,佔據著 去可以企及到達的山洞每一個角落 而且從努力地拔高所在的位置 好像要令到那九條黑色的石柱能夠直衝天際 要直衝向那個發出銀光的深灰色物體 僅僅在一個瞬間裡面,銀光就消失了 就在我們眾人的視線當中消失了 也都在半空的凌厲風雨聲中,消失了 那一團山仔的黑色奶油,翻到地面上面 似乎剛才的騰空只不過高高地跳了一下 山洞在搖搖搖搖,地面也在鎮 在想?我那一雙腳早就不聽洗了 在這樣驚天動地的場面裡面 只能夠眼白白看著那一團黑色 佔據了身邊每一個角落頭 這個是多龐大的一隻怪物 原來,九條黑色石柱 只不過是那九條山著巨大牙齒的觸手 只不過是這個山峰一樣大小的怪物 探出去地面找食物的手腳 這些觸角就好像深海裡面的章魚觸手 其實是沒有被那些銀色光線消滅了 而是在被人損毀了之後,完全這樣重生了 而且顯得更加粗,更加長,更加有力量 原來,這樣才是這隻妖獸真正的樣子 這一團黑色的奶油山峰,正在原地地翻滾著 幾條觸手的包裹裡面 有一團已經模糊變形的深灰色物體 似乎妖獸正在想用她觸手上默默麻麻的牙齒 把這個這樣的襲擊者撕到粉碎 而那一團深灰色的物體就無比那麼堅硬 在她的屍咬底下,依然是盆石一塊 那一團深灰色的鋼鐵之鋼 終於了,妖獸都免得再和這一團糾纏了 我清晰地看到了,妖獸好像山仔一樣的區體上面 大橫地抹開了一道闊達十幾米的那區 這一道黑色的妖獸山聯一樣的身軀上面 橫山出來的這房,這樣才是她真正的咀嚕 只是這樣一口而已,那一團深灰色的鋼鐵之鋼 就被人家吞進去她的身體裡面 瞬間就沒有了 同時,這一道納粒的上方 還亮起了好幾盞中式的燈道 齊齊整整地環繞著這個山聯一樣的軀體一圈 是眼,那是妖獸的眼 現在我已經可以決定了 這隻本來不應該在人世間出現的妖獸 竟然是關著有眼的 這點的眼不是關在觸手上面 而是關在她自身的驅桿上面 妖獸之前之所以沒有抹開眼 很有可能是因為那些銀色的光線太過強烈 所以才不得不僅僅撞著她 現在可以發出強烈銀色光線的那個UFO 已經被一隻妖獸吃了進她的肚子裡 這樣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她的視線了 妖獸的眼齊齊整整地在她身軀的四周圍 排列了有幾十隻那麼多 換句話來說 無論我們在哪一個角度,哪一個方位 都走不出這隻妖獸的視線 更何況,我們和妖獸是同處於一個密閉的空間裡 這時妖獸又一次動,她沒有絲毫的詞意 這一回,她再也不用依靠那些黑色石柱 一樣那麼粗脆的觸手去探查些什麼 只需要用個視線就可以鎖定我們的位 看著那一隻隻尖利的牙齒 充滿著敵意和死亡氣色的影 我知道了,即使是末日的景象 也不過如此 我眼裡的世界,變成了一片黑色的海洋 妖獸魚動住的身軀,就好像波濤洶湧的海洋 而我們呢,就是即將被人捲入去漩渦之中的溺水者 這一回,沒有什麼外部的力量可以拯救到我們 妖獸那個幾乎可以吞細星空這樣的巨口 一下已經對準著我們每一個人 風,不知道什麼時候變得輕了 咦,在什麼時候也落得慢了 頭頂上面的天空,出現了一面隱隱藥藥的糧色 在這一層的糧色之間,似乎黎明快要來了 但我們現在身陷絕境 沒有辦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去脫身而去 或者,周圍的一切都在整整地為我們的命運去進行祈禱 天邊那一抹這樣的亮色,看來是越來越鮮明了 慢慢地轉為淡淡的藍色 啪啦!啪啦! 就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 這一抹藍色就已經滑過半邊的天際 落在山洞裡面 整個地面又一次發生震動 就好像是妖獸,或者說是在地心深處 捐出來的這隻怪獸的龐大身軀 果然,開始在那裡滴滴了 那一個是閃電,藍色的閃電 那些藍色的閃電,不斷地在天際不斷地劈下來 劈落的聲音響起,在妖獸的身軀附近 冒起了粗重的黑煙 忽然間,我們面前這一團黑色的海洋 去的顏色都發生了變化了 一種靈度近乎是完美的藍色軌跡 充斥在這個妖獸的身軀裡面 無數的藍色鋼斑,將妖獸體內的每一寸肌肉 每一寸的血脈都映照成了藍色了 我終於明白了,這一回不是什麼天神拯救了我們 而是蒼天,不其而至的雷甸 有著奇特怪異形狀的雷甸 襲擊了我們所在的山洞 將這個龐大到無以復家的妖獸 劈到它變成了一個大沙雞 這是閃電的盛現來的,大自然形成的藍色妖姬 我眼看著空明星不斷響起 那些妄狀的,球狀的,還有更多奇形怪狀的閃電 很準確地命中著妖獸身體的各個部位 並且將妖獸的身軀徹底粉碎開去 其實,不是什麼雷甸神奇可以衝著這個妖獸而來 而是因為妖獸的身軀實在太高大了 這樣就好像一座天然的頂棚一樣 支撐在這個已經沒有了天頂的山洞上空 一旦有雷電劈下來 當然是絕無旁落地命中妖獸的驅體 剛剛從不可一世的妖獸 那個地底捐出來的異形怪物 這個時候就根本沒辦法抵擋這一陣威力驚人的閃電 就算是妖獸再厲害一百倍 也沒辦法攻擊到這個命中自身的閃電 因為妖獸面對的,不再是能夠發出類似激光射線的玄方物 而是天空,是整個天空 妖獸的身體開始斷裂開來 一如我們大家在無奈之前見到的這樣 但這一活,斷裂成碎片的 是妖獸真正的驅降部分 一九九,串串地噴水 雷電就好像藍色的火焰 將妖獸的身軀融化為焦炭一樣的碎片 終於,整隻妖獸就這樣躺下了 永遠地躺下了 並且在這個世界上徹底地消失 留在地面上,只有看不出形狀和輪廓的燒焦痕跡 身心都很累的所有人,即刻爆發出強烈的歡呼聲 大自然一定是眷顧到我們這幫人 不是,應該說,眷顧我們這些能夠把生命支撐到現在 竭盡全力去求生的人 妖獸化為了模型 我們不用再擔心成為他的食物 但這個漫天的雷電,依然沒有燒退的跡象 撐在整個山洞頂部的妖獸已經被雷電擊倒了 半空之中也沒有什麼可以令到我們遮擋的障礙 但雷電階下就無差別地、凶猛地 試掠著山洞裡每一塊地方 這種聖世驚人的雷電是源源不絕的 是蒼天的路孔和咆哮 那我們會不會被這樣的雷電劈死 真是好話不好聽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先聽一下鎮條 與歐洲一年齊 以第三百四十六集 自 Stories 但是,不想說不肯 你一直留在這裏 你一直留在這裏 連世的祖寶寶心 總算的故事 完全沒有んな洞 做出中的小我覺得 我百分之中 不被雷電無眼地擊中我們 或者都被人轟到變成粉末 連一句呼骨都不會剩下來 我左躲有閃 好像倉皇逃生的兔子 視線當中就出現了 無比令人心悶的音樂 威廉武師 樊三哥 艾瑪 小羽 這四個人向著同一個方向 不斷跑著過去 在躲避雷電的過程之中 艾瑪就跌跌了 還有那個奔著在一起狂奔的威廉武師 威廉武師過強壯的身軀 在跌跌的時候就逃了一輪 旁邊的樊三哥和小羽都被他擊倒了 跌在地上 只見威廉武師振扎著站起來 向著前面就繼續踢了 全然不理 依然留在地上的另外三個人 這個時候 已經有兩道閃電在他們身邊引爆 而這個瞬間 閃電的頻率更加密集 眼看著就有擊中環七樹霸 躺在地上的這三個人 戰慣入法 我心如刀剿 怎樣才可以拯救他們呢 怎樣才可以救到我的兄弟和我的同伴呢 或者因為我的身體 給我的思維要運轉得更加快 下一個瞬間 幾乎沒有任何的猶豫 我抹開對手 將一直以來用來防身用的那柄佛塵銀槍 就丟過去了 我的目光 始終僅僅地釘著這一件武器 佛塵在空中發生了強烈的旋轉 盪了幾圈了 我心裡面密密地計算著 去落落去的軌跡 希望奇蹟可以發生 闊 碰 終於 佛塵倒立著這樣 插進去堅硬的岩石地面那樹 落地的位置 正是銀色的窗尖 同一時間 我就大喊一聲 喂 你們幾個趴下 千萬不要站起來 與此同時 一道異常美麗的藍色閃電 就擊中了他們所在的位置 我期待之中的那種奇蹟 竟然真的發生了 閃電就好像自動匯襲那樣 在佛塵銀槍的頂端聚集起來 盜插在地上的佛塵 就好像一支鼻雷針那樣 將閃電引到旁邊的位置 格棍 又是一聲巨響 我都未來得及幫他們開心 就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已經完全麻木了 為了救下范三哥他們 我忘了移動自己的位置 被凌空劈下來的某道閃電 抑中了 身體沒有任何的知覺 我只知道自己整個人在下聚 閃上眼前 我的耳朵裡面似乎傳來了一聲 無比哀怨的聲 張小天 你真是一個只能找死的死蠢 等到我再一次 睜開眼睛的時候 整個世界似乎已經完全改變了 似乎前一秒 還是山崩地裂 妖獸還行的地獄 下一秒呢 我就整整地睡著在某個地方 在視線和意識還未完全恢復之前 我掙扎著想說動一動個身 但是就發現這樣做實在是有點困難 試了試不成功了 於是就立刻放棄了 我的聽覺、臭覺在短時間裡面 開始逐步地恢復回正常了 門口外邊 有人正在快步地向我走過來 咦 架陋的房門被人打開了 一個灰� inhale的中年男人 入到我的視線 旁邊還有一個瞄瞧的身影 中年男人的樣子 我就不陌生了 竟想在山洞遭遇到怪獸之後 無泰ICO 在我被神魔吊在土樹上的屠夫 中年男人入到我的视线 旁边还有一个秒跳的身影 中年男人的样子我就不陌生 那是在山洞遭遇到怪兽之后 无出现在过神魔吊障我树的屠夫 屠夫是我们的响动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们不会找到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巨大岩画 也不会经历这么多恐怖的事 只不过在我的心里面 就已经认定屠夫是丧身瘦口的了 但是就想不到 他现在好地地地在我面前重新出现了 我三双住一把声就问 屠夫大哥 原来你没事的 屠夫走前一步 有点激动地说 小兄弟 你终于醒了 大家都很担心你 我好幸运没死 而且天灾都过去了 妖兽都已经离开了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 又看了看他身边那个很漂亮的女孩一眼 这个女孩对我来说都无比那么熟悉 熟悉得令我惊讶不已 但是一时间 她的名字我都叫不出口了 月耳清脆的声 在房间里面就响了起身 好久没见了 尚小天 你你都有事 居然都不知道 跟我打一声招呼 那美女嘴角一样 似乎有点生气的意味 但是在她的眼角 还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屠夫这个时候都笑了起身 张小天的兄弟 你是不知道 多得有这个妹妹 如果不是她及时赶到过来 把你救低下来 我们可能都再都见不到面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先谈住 我去做一下其他事 碰 那木门就被人重新关上了 屋里面就剩下我和那个美女 我终于就叫出她的名字 万珠沙华 怎么会是你呢 她的面上终于露出了燦烂的笑容 而这样样的笑容 也都令到她面上 几时隐藏的憔悴 消失了 显得更加苦味 好了 算你还有良心 记得住我的名字 我以为你被雷劈中了 连亿都失卖了 我就更加惊讶 喂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儿呢 万珠沙华就止住了她的笑意 似乎只是用一瞬间 就变回那个以往 令人印象深刻的那种神秘 懒俊的表情 她淡淡地回答着我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来河南山 我为什么不可以来找你 张小天 你们兜友仔 似乎很有女人缘的 不可以好好地跟着潜地龙 去导乎几个大墓 来参加这五个乱七八糟的考察团 干吗 喂 你知道科学考察这几个字 是怎么写的吗 哼 依我说 你是合适人团里面 那几个美女了 是不是呢 我苦笑了一声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她 曼珠沙华就依然不肯放过我 哼 这样说起身 你还真是把本姑娘都不记得了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吗 我实在就想不起身了 唯有就很无奈地问 你说的是什么呀 曼珠沙华就将嘴唇微微地咀起身 似乎很不满意了 哼 第一 我们之间还未曾计清一笔账 这个我随时都可能找你来清算 我就唬了唬了 想起之前和曼珠沙华所有的交叉 在九龙舍阴珍阵里面 找到的战国神兼 不就已经交给了你们的人了吗 哎 还有什么其他的账 曼珠沙华咬了咬眼 哎呀 看来你真是没良心 你难道不记得吗 在地底世界发生过什么事 我下意识地咬了咬头 我记得 当时我们死女逃生 但是我们当时 是相互帮助共同进退 我难道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哎呀 你这个坏人 竟然不认账 真是后悔救了你 哎呀 算了 曼珠沙华 忽然间就终止了刚才的话题 转移就说了 至少了 你应该把我留给你的手机 一直带在身上的嘛 我想找你算账 都找不到人了 我呆了呆了 想起确实是有手机 这样一回事的哦 曼珠沙华留给我一部手机 要我随时保持着开机状态 而且要等着她来联络我 我好无奈地订一订头了 哎呀 我的姑奶奶呀 其实手机我真的戴在身上的 只不过遇到河南山这样的一场天灾 恐怕已经遗失了在山里面了 曼珠沙华面色一变了 面上居然闪出了一抹起色 啊 真的吗 你真的把手机 一直戴在身边的吗 我呆了呆头 她就笑着说了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了 曼珠沙华 看着躺在床上的我 突然间 有一种很阴阳怪气的语调就说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的样子 三分似人 七分似鬼 动得到的话 快快起身冲回个梁 换回衣服吧 外边还有人等着你的 我让她这番说话 说得坏坏坏了 啊 找我 还有什么来找我 曼珠沙华的语气 就好像有点躁意似的 还有谁啊 你个小情人 你个人就是这样的 没什么本事 还想着建议勇为 英雄救美的 来了 外边那几个美女啊 等你醒过来 都已经等到很急了 还不然等着以身相许 我也都很无奈地 答着她说了 哎呀 我信是你救了我了 好感谢你啊 但是这样的还笑 你还是不要开靶了 外边那种的女孩 是鬼佬来的 造成什么影响 就不好了 曼珠沙华的嘴角 就扬得更加高了 哈 你扮什么呢 你 如果你们之间是清白的 人家大姑娘那样 为什么急得连眼泪都飙起来 还有一天 你要跟我交代清楚下 你身边到底 有多少这样的女孩 他后边这几句说话 就说得很曖昧下 而且无宁两可的 我本来就纷纷沉沉的头脑 就转得有点慢的了 听起这番说话 显得就更加均匀的了 曼珠沙华 拎翻转身走开的时候 忽然间就说了 那些衣服啊 放在旁边的架上面 我和你简单逢了下的了 你随便穿着先 还有啊 听阵见到其他人 你将你叫我称呼里面的姑娘两个字 和我拔了去下 直接叫我小曼就行了 曼珠沙华 拐门走开了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一宿是大莫酒家 虽然还没搞清楚 自己获救的细节 但是至少 我现在是身处在一个非常之安全 而且十分之熟悉的地方 稍微移动了移动了身 哎呀 确实还是很痛 但是疼痛之余呢 我的四肢 都是可以自由活动 这样说明 我都还是挺幸运的 冲过一个热水梁之后 我全身都似乎充满了活力了 屋外边的大厅 现在是人声鼎废 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 这就令到我十分之安慰了 师父和木兰地 最先和我打起招呼来的 原来他们在洞顶 刮探岩石痕迹的时候 那九只妖兽 想说要袭击他们 但是就被他们 很僥倖地避开了 那个时候 虽然重重地 踏了到地上 但是就没什么大外 范三哥和小雨 现在就坐在一起 看来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生死考验 他们之间的感情 更进了一步 那到底当时的那一场劫难 是怎样结束的呢 大家又是怎样 回到这一个这样的大漠酒家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百四十七集 下回说到 所有的科学考察团员 都已经是脱烂走出来了 这时都翻了来大漠酒家 这船 只见威廉武斯 艾玛 假队长 还有那一位一直沉默寡言的吉记者 和三名的西班牙团员都在大厅裹舍 包括阿尔帕托 陶帕克 还有莉莉雅 除此之外 大厅偏僻的角落头树 坐着四个人 其中一个人身上裹着厚厚的奔带 整个木乃伊 从他的身形无样都可以分辨得出 这是阿鲍鱼 原来这四个拥有超出常人力量的年轻仔 也都在那一场恶梦之中 逃生到出来 当然 我知道大厅里面的人缘 就是静低落来的全部人 很多同伴离开了我们 永远永远离开了 威廉武斯阁下 看了看我 怒出着微笑 并且带头鼓起掌尼 我的兄弟 阿张 你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掌声过后 威廉武斯就带着悲伤地说 可惜 很多朋友都被那个地獄里面的恶魔 带走了 我们只能够祈祷 他们的灵魂可以上升到去天堂 享受天堂的幸福 跟这一帮幸运的同伴 一一地打个招呼之后 我和师父 木兰迪就坐在一起 终于有机会 信问一番 当我暈倒之后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和他们交谈之后 我才知道 自己原来已经整整昏迷了 整四天的时间 这几天里面 都是大家轮流地照顾着我 而其他的人 也都在逃生之后 情绪逐渐地稳定下来 而且一点点地将经历过的事疏离出来 师父和木兰迪 包括其他的考察团团圆地都认为 过一个荷兰山神秘的岩洞之中的巨大岩画 显然是古代时候 人类祭祀天神所用的那个祭坛 古时候的人类 相信神是存在 也都相信冥冥之中 有一种力量 可以确保当时的人们的 风衣足食 布获更加多 更加大的联名 岩画的内容 由此至终 几乎全部都是反映 这样的信息内容 所谓的神的力量 也都很有可能 和鲍鱼他们这帮人 追尋的超越常人的特殊能力 同样这样一种性质的借 古时候的人类当中 如果产生了具备特殊能力的个体 就会被人毁以重任 被人认为是一种 很接近神的存在 或者就是神的使者来 他们肩负着更加多的使命 更加多的责任 甚至更加多的参与到 种族的权利当中 姑且这样认定 这一样超乎尋常的能力 是来自于那个发光的银色烈射的 以及那个银色烈射 发射出来的特殊光线 那种银色的特殊光线 虽然就没有谁可以证明 有辐射之旅的现象存在 但很显然 在这样的光线照射底下 不止是鲍鱼他们这些人 就连师父木南迪以及艾玛 当然还有那些巨大的怪兽地 也都同样发生着个异变 这样的力量都不可谓不强大了 或者 正是这种特殊的力量 才导致到后来发生的事 或者 妖兽不是天神降低下来的 而是荷兰山地底世界 某一种真实存在的怪物 当古人类 遭到由地底捐出来的 恐怖怪物袭击的时候 不管是那一帮的畜生 都很难幸免于难 那个时候 哪一个可以拯救 这一帮群居的古人类呢 当然 除了自身群体奋起反抗之外 还有就是祈祷天神的力量 来帮助当时的人 而时间 永远都是一个 不能够忽略的因素 就好像拥有超能力的人一样 在那个时间的周期一边 那些人的力量 可以得到增强 继而就变弱 直到消失态准 这一个时候 似乎就唯有通过天神的力量 才可以等到人们 在那个恐惧的阴影当中解脱出来 那一块银色的裂石 究竟是不是来自天外 这一个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那个怪弹的黑色神魔无氧的 岩石雕像 似乎就已经可以证明 大家的猜测了 在这个神秘的洞穴深处 曾经生活着大量的古人类 并且进行着一场 抗日持久的祈祷仪式 希望可以将天神 重新请回出来 来帮助他们解决妖兽的危机 那一幅巨大的银画 也就是盘踞在山洞岩壁上面 那一个巨大的天神人面像 上面那两条 深碎的圆形粒槽 证明了是人类 日积月累 辞之以行的行动 虽然不知道古时候的人类 是怎样得知到通过这样的图案 可以和所谓的天神进行沟通 但是这样的行为 真的有用 天神以一种超越人们想象的形式 出现了 很有可能 在出现的时候 是消灭了一部分的妖兽 或者说 消灭了蛇形妖兽身体的某一个部分 而另外 删住对翼 有巨大头颅的地獄料 或者 也都不是像我们想象之中那么残暴 甚至很有可能 在那个时候 和古人类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 这样的盟友关系 是怎样去维系的呢 没人可以猜得到 如果那帮凶猛的兽群 依然存在 并且主要的攻击目标 放在我们这帮外来厂入者身上的话 那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的 或者 那个猪龙图案的玉息 就是古时候人类 和怪兽地约好的暗号标记 那又谁可以知道呢 天神 从天而降 用强悍到无以复加的力量 将妖兽的威胁 减到最低 在历史的某一个时刻 或者都发生着 和我们那一天同样的事 妖兽真正的力量 觉醒了 那个庞大的身躯化作黑烟和水亡 在地下之中 捐了出来 凝聚成为了一个无法摧毁的宝蕾 天神的存在 就这样消失了在 那个妖兽的口里面 或者也都正是 这一幕的发生 打破了先闻 所有关于天神的幻想 或者现场的一切 就是古时候某一日里面 那个妖兽对人类血腥屠杀的真实写照 大家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不规则的白骨 在环形平台上出现 这些白骨 是显得这么突压的 是这么惨烈的 那些妖兽 应该还是会将吞下去的那些东西 捐出骨头来挖 那种四五米长的地獄鳥 在妖兽的身躯里面 被人嘴咀的时候 被剪压成古怪的形状 由此可见 这只无名的 山着九条黑色石柱 一样的蛇形触手的妖兽 才是某个历史时间段里面 这一片山脈的真正统治者 或者那个银色光线笼罩底下 那个小小瓦预之中 超越重力的吸碎之力消失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进头 就是妖兽洗尽云身解数 冲出地面世界的时刻 它是存在于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当中 还有某些当地人夜晚惊醒的恶梦当中 超乎想象的银画 有着银色光线的裂石 巨大到代表天神力量的神魔雕像 地狱之中和传说里面 才存在的怪兽 当然还有所谓的天神 或者说他们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 这个世界以外的文明力量 在雷电风暴过后 现在全部都烟烧云散 没留下一点一滴的痕迹 或者即使故地从游 我们都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去证明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木蓝地看了一眼 小小声地说 是 我们可以生硬硬地活回来 确实是托了你的福了 我有点不解地问 什么叫托了我的福 师父就接着这么说 就是那个叫做曼珠沙华的女孩 后来我才知道 她带着一支神秘的队伍 一股惊人的势力 一直跟踪着我们的痕迹 而且在最后的关头 在雷电风暴之中 找到了我们的领队徒夫 并且将我们所有人 都搭救了出来 所以我们才可以 生硬硬地回来这个大漠酒家 即使我们用重见天日来形容 都一点都不算过分 所以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根本都不可以活下来 唉 师父 你就不要这样来消遣我了 大家可以幸运获救 这是机缘巧合的事 我也不知道这个曼珠沙华 到底想做什么 从之前认识她的时候开始 就一直神秘莫测的 令人猜都猜不透 而且她还懂得不少 失传于世的高深道术 可以说算是我的黑星 一直都在折磨着我 跟我们作对 木南迪就拍一拍我肩膀就说 喂 怎么了 小天啊 小天啊 小天 难道你还没曾看出来 这个曼珠沙华 也就是小曼姑娘了 就真的对你有点意思的 哎呀 那怎么可能 几乎每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曼珠沙华似乎都想搞死我才甘心 而且之前她还和她那样的同伙 一起用我舅舅的消息 作为有理 插入了一串的绑架拦锁 对于我来说 这是很难走出去的阴影 哈 我说你还真是死牛一变 我说等会你会知道 你还要叫别人 我说不散感 我不想想玩 启动了 我说你会 invention 不愿意 不来 我叫声 我说你不骷衍 我看你 欏重闪了 就是你 那样 我的点是 我对我 你 我爱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